电视剧《七世吉祥》由杨超越、丁宇希主演 一个是祥云所画的小祥子 一个是某日新军府的大将军 两人一言不合 在月老店打架弄乱了月老随便牵的红线 从而被玉帝责罚让两人立七世情缘 转世投胎设定正常要进民府地狱排队喝孟婆汤 有过奈何桥然后进入六道轮回 不正常的是素有操汉妹子之称的小祥子 第一世便祸水冬饮不仅逃过了喝孟婆汤 保留了记忆还让初空晚来人间五年 于是青梅竹马的姐弟恋上演啦 初空十岁那年新皇上位 他满门被灭小祥子跟他去赛外投奔他叔父 隐忍报仇 最后女主为了救男主而死 男主报仇之后抑郁而终 两人成回地府 初空记忆归来报复小祥子 让他多喝了孟婆汤 转世成了傻子 这一世小祥子小了三岁 被初空收留还成为了他的徒弟 安前马后的服侍初空 小祥子急急之后 想要找个相公和他一起服侍初空 最终初空为救小祥子而死 小祥子也没有毒活 两人共赴皇权宠开仪式 因两人之前在地府的胡作非为 第三世两人都转世成了野生动物 没多久就被打死 同生共死一起投胎 第四世两人互换了性别 初空是公主 小祥子成了大将军 两人念念情深 最后依小祥子被暗杀结局 随后的两世 两人一起寻尸补天坑 约定完成任务之后 就回去澄清 奈何初空对抗反派大老师魂飞魄散 最后一世 小祥子奔赴千山万水 终于寻到了初空的魂魄 引领初空一路成长 一路修仙 最终两人过上完神仙的爱恋生活 正所谓夜老殿前燕香坟 双双下凡情结成 时来运转七世人 天涅清洗运如分除了剧情之外 演员方面也能看出该剧的风格 比如杨浩宇 原本是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 在《清一年》里 他饰演的马夫剑九皇 可爱而又搞笑 与徐分年是莫逆之交 用生命为贝贝铺开了第三条路 令人印象深刻 还有杨丽 杨蒙恩欢乐出演 若说不搞笑 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气势吉祥 你们喜欢吗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